中年男人想要的幸福其实很简单 有多简单? 他想和老婆双手如身 子女听话,父母健康 人到中年但求生无外债 一家人齐齐整整吃饭 现在大部分的中年男人想要这些简单的幸福 其实是很难的 现实中他们博了老命都得不到老婆的理解 偷心偷肺都不是他老婆的好老公 子女只会迷,为什么没时间陪他? 家里时不时就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捱到拆天 男人赚钱还车贷房贷,还有外债 家里养着高堂,还有妻儿 各种压力令到他不能呼吸 挨苦挨穷,脚又鼻 中年男人真是很可憐 相反,女人三十如狼,四十如虎 他们渴望的幸福是老公赚钱要多,身体要好 好 咦,死火了 看来我们再多做一件三豪宝宝新鲜 保佑 不要動